霸凌圣女到底有没有优质的 今天我一个视频给大家讲清楚 第一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社会背景 第一项 大家觉得中国女性仇价吗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所有人 中国的所有的女性都不仇价 就算她是残劫 就算她瘫痪了 她一样有人缺 就算她是智障 一样有人缺 这个是什么 这是事实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好 你个孩子他只要是个女的 他就不从家出去 因为什么 因为男的女都三千万 这个大家也要成的 知道吗 很多男的农村打光棍的 他给什么40万80万台女 他都愿意去 他有可能什么花钱 他都取不到 现在这个社会 你知道吗 就竞争是相当的几点 好 然后呢 还有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传统教育的影响 就我从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什么好 就我是男的 我要让着女的 我是男的 我要学做饭 要照顾女的 我要努力挣钱买车买房 我要给女的花钱 我要大方 我要绅士 知道吗 就造成什么好 造成我一进社会 我就是一个舔狗 就是什么 到处去舔 舔到最后 没有一个女的看得起来 我身边的很多女孩子 就是什么离异二婚的 长相非常 就是普通的那种女孩子 都是一大堆的 所以没给大家开玩笑 越丑到最的人越多 因为什么 因为底层男性的 这个基数太大了 这个底层男性的基数太大了 那么只要这个女的 越丑到最的人越多 会不会有这个优质的女的生下来 我跟你讲 不会 为什么呢 就一个女的 她表面看 就很像个人 不是 看起来很漂亮 知道吗 但是实际 这种人 往往 她的性格 她的人品 她的思想 都是极度流去的 知道吗 她才会胜到三十多岁 你想想吧 我们的这个党环境 就这么卷了 那么男孩子 全在当田狗 那么什么样的女孩子 最后会胜到来 我跟你讲 就是什么 绝对就是那种很极端的 要么就想找高富帅的 想加富二代的 那么要么她就不会胜下 知道吗 所以什么 跟你们讲 不要去找这个套林寺 你们找套林寺 真的是 一直挺难的 哈哈哈